朋友间的交情有时候会受到金钱的考验 最近在安徽的厨州 一名男子向朋友借了七万元钱 因为手头姐还还不出 这名男子就购买了大量面值一百元的什么呢 大家看 明币 在几叠明币的头尾各放一张人民币 将钱还给朋友 然后就立马转身就跑了 但最终这名男子还是向警方自首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果然 借钱有的时候是终结一段友谊的一段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